另外花林县政府社会处响应国际身心障碍者日 结合了卫生、建设、教育、劳工、文化等四个局处 以及身心障碍团体代表 举办了2022年花林县国际身心障碍者日系列活动 多元参与共荣共好的特展 包括了县议员徐子方、魏家燕等人都前来共襄盛举 县长徐真卫表示 花林县是一个幸福有感、多元族群融合的城市 和今年都五的主题刚好相互的回应 希望大家一起携手共创美好的花林愿景 2022花林县国际身心障碍者日系列活动 多元参与共荣、共好特展 现在学生会邀请相信民众社区学童用手机相机捕捉 花林友善身上朋友的生活面 融合互动画面 用各式媒材深信障碍者权益之人、事、地、物相关为主軸、创作、海报或是漫画 在成立委员会也有诸多的团体成为我们花林县委员会的其中的一员 建议我们很多的方向能够符合现在的友善城市以及公共工程 能够哪一些能够必须要去修正调整 所以在这里我要谢谢所有的这个所有的协会所有理事长 欢迎来到我社会社会社长陈嘉福表示 透过展览解说服务让展览民众了解作品的意涵 唤起社会大众对身心障碍者各项权益的重视 尊重友爱消敏歧视 无障碍生活等身心障碍权益的意识 需要从小建构正确的观念 让身障碍者享受到无碍旅游的方便 丰富创意中看见现代无碍生活设施 着实看见小朋友们理解无碍生活的观念 记得继续华萨博老